太炫酷了 AI也能做出这样的动漫人物大片 大家好 我是AI小王子 AI动漫绘画人物风格大更新 就在刚刚 Needy Journey发布了新的Cynic Style风景模式 我们赶快来试一下吧 如果你现在还不知道 怎么加入Needy Journey的机器人 那么赶快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 我们进到自己的频道之后 先把Needy Journey的新模式打开激活一下 我们点击Settings设置 选择最新的Cynic Style风景模式 我们先看一下出图风格 记住在设置比例的时候 AR一定是要横土 才能更好地体现出它超广角风格 横土的话比例是 可以设置2比1 4比3 OK我们把比例调整2比1之后 我们看一下它的图 打开之后的确很像 一个电影超广角的一个风格 我们看一下官方给出的风格介绍 首先是面部 它是采用的默认面部的风格 因为我们知道 在Needy Journey Default模式 默认风格的时候 它的面部整体体现是比较不错的 第二点说的是 在采用3D灯光运用的时候 使用的是Expressive模式下的灯光手法 在Expressive模式下的灯光 更清晰 更自然 更逼真 第三点讲解的是 Cynic模式下的图形元素 增加了可爱元素风格 整体风格更加动漫风 我们看下来之后 可以发现最新的模式 是集合了所有之前模式的优点 给出了一个整合模式 可以生产出超广角 电影风格的动漫人物 整体表现非常惊艳 大家赶快去体验一下吧 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一键三连 关注我 让你轻松掌控AI